保衛原鄉 停止獵狗 日月潭少族齊老們與部落青年 站在凱達格蘭大道上 高喊他們的訴求 嚴正呼籲環保署 重新退回七月底環評出審 通過了象山觀光旅館BOT案 還給他們最後乾淨的傳統領域 八月三十日再度書籍捍衛三大訴求 暫停日月潭BOT環評審查 並退回出審 證實原基法第二十一條原住民族基本權利 並歸還少族富裕區 少族民族議會議長把努悲憤的表示 行政院民國九十七年核定通過了 少族文化傳承及發展實施計畫案 已被地方政府停止編列預算 停擺了快六年 發展計畫還沒執行 大型BOT就這樣長期植入 並通過了環評出審 實在無法接受 所以說少族面對到這樣的地方機關也好 還有國家風景機關也好 整個中資也好 這樣的一條龍的政策造成少族可能是第一個淪陷在中國 一條龍觀光旅遊的第一個 少族民族議會議長強調日月潭 也就是於是相識少族的傳統領域 是行政院所公告的原住民族地區內任何開發計畫屈經少族同意並與政府共管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但在當地居民參加第三次的公開說明會 主持者竟由開發商主持 族人的發言被斷章取義 不屬實的會議記錄讓環評出審就這樣通過 而行政院原民會迟迟未以增畫邊保留定的方式 賦予少族傳統領域一個實質的法律保障 但這向山觀光旅館BOT案的大型開發案對環境也會造成非常大的負荷 所以行政院原民會如果有肩膀 有骨頭的話 應該比照司馬庫斯 至少比照司馬庫斯舉目案件 趕緊把少族的傳統領域先做暫行的公告 行政院原民會應該要把將這個傳統領域的這個部分 跟少族文化傳承花展去計畫換為裡面的土地 趕緊的增畫邊為保留地 少族的騎勞跟我們年輕人上來 我們請代表我們少族的這部分上來抗議 也希望我們的原民會 我們原民會可以硬起來 不要再被這些 這些 也不要蔣漢人 就是這些政府的壓力 自己壓制 日月潭少族族人在四北上捍衛自己的生存權力 就是要求環保署暫停日月潭BOT環評審查 並退回出審 停止一切不正義的BOT案開發 捍衛原吉法共機強深存 捍衛原吉法 記得 função排名 wordt 好不 haber 肯定求深存 眾方民 stör tradition 大家 Piet.x· 民樵盟 oro stat.x 日詞 rianiren 谢谢大家